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4月20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由圣神生的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若望福音》第3章第1至18节 有一个法利赛人 名叫尼科德摩 是个犹太人的首领 有一夜 他来到耶稣前 向他说 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由天主而来的师父 因为天主若不同他在一起 谁也不能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除非由上而生 不能见到天主的国 尼科德摩说 人已年老 怎样能重生呢 难道他还能再入母腹而重生吗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 不能进天主的国 由肉生的属于肉 由神生的属于神 你不要惊奇因我给你说了 你们应该由上而生 风随意向哪里吹 你听到风的响声 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凡由圣神而生的 就是这样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复活期就是圣神的时期 你认识圣神吗 他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没有他 人一无所能 其实没有圣神 我们连做十字圣号也不行 更何况深入且活出圣言 这些都是圣神恩赐给我们的礼物 在福音里 有一位名叫尼科德摩的 犹太人的首领 类似于神父的等级 在夜里找耶稣 看到黑夜来到了 你会做什么呢 开灯 对吗 尼科德摩在夜里找耶稣 意思就是 他意识到虽对经文都很熟 但人活在黑夜里 渴望耶稣 世界的光 为他照亮生命 尼科德摩渴望成长 渴望转变生命 所以 耶稣给他指出最好成长的方式 就是要 由上而生 让圣神重新生他 以往 尼科德摩都靠着自己的能力做好人 但人的努力只能带他走那么远而已 其余的都是要让圣神带领他 每天在圣言祈祷的 对你说话的 就是圣神 你有在用心去听他 开放让他带领吗 用头脑了解和用心去听是两回事 学会圣言祈祷 学会听圣神 需要我们先像尼科德摩一样 承认自己的无能 意识到自己像在黑夜里摸索灯光的开关 虽然一开始会觉得很无助 很不实际 但继续信赖 继续开放自己 每看圣言时 持有耕夫代担的心 期待主圣神的来临 期待自己被他重生 期待大地焕然一新的那一天 期待圣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因为他不会让人失望 请品尝圣言 圣神因为爱你 对你有很大的兴趣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每次祈祷时 意识到圣神就在生你 最后 让我们静下心来 全心祈祷 主圣神 我顽固的时候 求给我心软的时候 愿意让你来说服我 谢谢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放下顽固的心 让圣神给我们新生命 我们明天再见